在道琪众生的眼中 雷电将军不仅是神明 也是一种标志 他是高高在上的领袖 是永恒的雷电与天光 是守护道琪千年的 遇见名神主尊大狱所大人 但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当下统领道琪高居天守的雷电将军 已经不是最初魔神战争的七位圣者之一了 出征之时已至 雷电将军是追求极致的武人 目之所指极为永恒 在通往恒长乐土的道路上 无论何人阻挡 雷之微光都会隐护随从 降下审法肃清阻碍 在到期 除了剃刀术与剑术以外 各个门派的断刀技法也均源自雷电将军 雷电将军在突破单手剑和长柄武器时 消耗的摩拉数量将会减少 雷电将军的普通攻击 可以进行制度武断的连续枪击 造成物理伤害 会依据消耗的元素能量点数 为雷电将军的珠苑白眼之轮积载怨力 雷电将军会将这些怨力化为挤用 为自己后续的爆发积载力量 珠苑白眼之轮积载的怨力 会在雷电将军脱离战斗一段时间后清除 雷电将于众生之上 遥望永恒的神明 究竟会因为何种原因 驻足聆听民众的愿望呢 解锁天赋万千的愿望后 队伍中附近的角色 获得元素金球或元素威力时 会为珠苑白眼之轮积载怨力 该效果短时间内只能触发一次 沿岸元素战机 雷电将军展开净土的一角 对周围的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 为队伍中附近的所有角色 授以雷阀恶药之眼 或授雷阀恶药之眼的角色的攻击 对敌人造成伤害时 雷阀恶药之眼会进行邪土攻击 在敌人的位置造成雷元素范围伤害 同时在雷阀恶药之眼的加持下 角色元素爆发造成的伤害也将获得提升 提升程度寄予元素爆发消耗的元素能量 通过雷阀恶药之眼 雷电将军无需身处战场 便可提升队友的能力 协助他们发起猛攻 此刻 寂灭之时 雷电将军汇聚万千针眼 接近朱怨白眼之眼里 斩出粉碎一切诅咒的梦想一刀 造成雷元素范围伤害 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使用梦想一心战斗 梦想一刀造成的伤害 与梦想一心的攻击造成的伤害 均受益于施奉时消耗的 朱怨白眼之轮的怨力藏术 使用梦想一心战斗时 雷电将军的普通攻击 重击与下落攻击造成的伤害 将视为元素爆发伤害 同时转为无法被护魔覆盖的 雷元素伤害 当这些攻击命中敌人时 会为队伍中附近的所有角色 恢复元素能量 此外 在梦想一心状态下 雷电将军自身的抗打断能力 将得到提高 并免疫感电反应的伤害 解锁天赋殊胜之欲体后 如果雷电将军的元素充能效率 超过了一定值 则超出的部分 会按百分比提高雷电将军 自身的雷元素伤害加长 以及梦想一心状态 提供的元素能量恢复 雷电将军能够有效提高 对五元素能量的循环效率 增强队友的元素爆发 在身经百战的将军面前 任何战役都不足为惧 战斗中 雷电将军可使用元素战技 受益队友雷伐恶药之眼 协助队友应对强体 队友在进攻时 通过释放元素爆发 和获取元素金球或元素威力 可以为雷电将军的 中院白眼之轮积在院里 在时机成熟时 释放梦想一刀 雷电将军将对敌人造成有效杀伤 并在梦想一新的状态下 追击敌人 回复全队的元素能量 为队伍发起下一轮爆发进攻 做好准备 以迅如雷暴的攻势 击溃敌人 到其毗林暗之外海 自古战乱多发 为了乐土不灭 为了到其永胜 雷电将军走上了一条偏执的道路 但一方的心声 必将导致另一方的衰败 正如有所得使 也必须承受失去的痛苦 在畏惧时间这一点上 神明与凡人无异 但神的傲慢与生俱来 当他妄图接近天里 便会在人间招致灾难 也许有人觉得 这话说得过于绝对 但在我看来 只是经验之谈罢了